中共病毒蔓延全球 美国国务卿周三抨击中国共产党 掩盖疫情与病毒的危险性 还趁机霸凌香港台湾周边邻国 呼吁国际追究 台湾立法委员表示 这让世界看清中共本质 呼吁共产党体制内的人士 要尽快退出共产党 而且中共许多动作都部分针对台湾 台湾应该与国际合作追讨中共 美国国务卿22号记者会 指出中国共产党 趁着全球对抗病毒的危机 持续挑衅 违反就香港的国际承诺 军事施压台湾 霸凌邻国 蓬佩奥呼吁国际追究中共 对于美国政府支持我们台湾这件事情 我们表达感谢之一 美方曾经表示台湾是印太区域安全的核心 今年中共军机仍然高频率出现台湾周边 共军辽宁舰航母编队 4月12号 22号 两度经过台湾东部海域 南海议题 香港处境 多与台湾厉害相连 彭博作家高灿铭推文评论 港府4月18号大抓捕温和民主派 代表中共放弃了任何所谓和平统一台湾的卫装 中共对待香港的方式和打算如何对待台湾 脱离不了关系 中国每个举动背后有部分是针对台湾来的 这也是要特别小心的地方 中共的本质 它是不把人当人 如果还在共产党体制内的人 赶快想清楚 有人信不应该再待在共产党里面 该退就退 台湾的国会议员指出 中共的行径更让世界看清楚中共本质 台湾应该和国际合力追究中共 越来越多的国际领袖 美国 欧洲 都提出一个事情就是 中共的本质是一个邪恶的政权 没办法再跟他谈条件 应该要设法来 惩罚这个邪恶的政权 那我们台湾是受到这个邪恶政权 威胁跟伤害最重的 我们不只乐见 我们应该也要参与 这个追讨的一个活动 新唐俩太电视 高建伦 曾一豪 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